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芭芭拉 太平洋島國已成為美國及其盟友 與中共角力的一個重要戰場 最近幾年 中共試圖通過向該地區國家提供警務協助 來擴大影響力 但這個目標就受到美國與澳洲的挑戰 2022年 幾十名所羅門群島警察被邀請到中國 參加當地派出所 還接受保安等方面的培訓 就在這些警員仍然在中國接受培訓的同時 美國的堅定盟友澳洲向所羅門群島警方 捐贈13部警車和60支部槍 還表示澳洲會提供培訓 以幫助所羅門警員保護外交官 政界人士和來訪的重要人物 美國也在該地區加強執法援助行動 這個努力包括增加美國海岸警衛隊在該地區的存在 幫助太平洋國家阻止非法捕獄 《華爾街日報》報道 美國駐非濟大使館一位發言人說 國務院正發起贊助活動 為太平洋地區的警員舉辦港雜班 為部署聯合國的任務做好準備 隨著美國及其盟友尋求對抗中共在太平洋地區 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與該地區國家的警務合作 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競爭領域 太平洋地區有航道和軍事基地 可能在未來的任何台海衝突中發揮關鍵作用 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事務系副教授雷姆史密斯表示 該地區只有幾個國家有軍隊 因此 如果你想要對該地區有影響力 就一定要通過警務合作這一個渠道 外交政策專家表示 警務關係可以幫助中共收集情報 還與太平洋島國建立更密切的安全關係 甚至可能批准中共永久駐軍 2022年 中共與所羅門群島簽署了一項安全協議 引起美國、澳洲和新西蘭的警覺 美國說這樣的協議可能會加劇 所羅門群島內部的不穩定 但中共就否認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 華盛頓擔心北京在協助執法的房子下 所捐贈的技術可能會擴大中共的監控 除此之外 北京的對外警務援助 往往則重於管制公民 而不是全面改善刑事司法系統 據所羅門群島說 中共最近向該國提供了設備 包括數字通訊系統、車輛、電單車和水炮等 來自所羅門群島政府的圖片顯示 中共培訓人員正在演示近身格鬥技術 和如何使用警棍 中共官員表示 他們的執法合作建立在平等護理的基礎上 符合國際法 促進和平與穩定 《華爾街日報》就中共警察援助的目的 及其提供的培訓領域 尋求自評 但沒有收到中共外交部的回應 根據佛吉尼亞州威廉和瑪麗學院的研究實驗室 AIMDATA的訊息 中共過去曾向其他太平洋國家提供過警務援助 包括向巴布亞新基內亞提供電單車和制服 向瓦魯瓦圖提供防部裝備、制服和其他設備 《華爾街日報》說 一些太平洋地區領導人對中共警察培訓持謹慎態度 白樓總統衛庶人表示 當時他擔心這類項目會促進威權價值觀 衛庶人在一個採訪中說 當大家與專制政府進行更多的互動和接觸時 或者他們就會開始覺得 這是常態 這是管理政府的更好方式 衛庶人說 我認為在長遠來看 這才是真正的危險 2023年1月 飛制新總理西蒂偉尼蘭布卡 告訴當地媒體 他會取消與北京的警方合作協議 理由是飛中兩國的價值觀不同 與此同時 澳洲最近與薩摩亞和雅魯瓦圖 簽署了加深執法關係的協議 飛制是南太平洋地區 最大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是該地區的一個樞紐 也一直是中共在太平洋地區 推動影響力的核心 在該國獲得警務合作 有助於中共為推動在其它地區的安全關係制定藍圖 澳洲國立大學副教授史密斯說 飛制總理蘭布卡在終止與中共的警務協議時 引用與美澳的共同價值觀 這是正確的 史密斯還說 除非想成為一個專制者 否則不應該相信中共的警務模式 《華爾街日報》引述研究中共在該地區影響力的 前澳洲軍官彼得康洛利的話 隨著中共的做法變得更明確 大多數太平洋島國繼續歡迎中國的經濟援助 但開始反對安全協議 2022年5月底至6月初 時任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對8個太平洋島國進行為期10天的訪問 還在飛制與10個太平洋島國外長召開會議 試圖說服他們簽署一份涵蓋警務 安全與數據通訊合作的區域協議 但最終因為這些國家的疑慮而未能達成 中共近幾年來還在全球設立海外秘密警察站 打壓異見人士 這個做法引起多國關注 美國執法人員4月17日逮捕了紐約居民盧建旺和陳金平 他們被指控代表中共當局在紐約展開秘密海外警察站行動 兩人打著為僑民服務的旗號執行中共統戰部和國安部 以及中共鎮壓法輪功的專門辦公室610的任務 目前美國國會特撤委員會眾議院 對中共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以及該委員會成員佛羅里達州 共和黨籍眾議員尼爾·鄧欣 最近共同贊民 介紹中共對美國校園的跨境鎮壓現象 議員們表示 數以千計的美國公民 以及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人士 受到中共特務的騷擾、勒索和攻擊 中共的跨國鎮壓策略範圍廣泛 由數字威脅和間諜軟件到代理人的暴力和脅迫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來自學生內部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張婷、林彥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更多支持 感谢观看